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叔父故意的忘了这两兄弟一眼 总感觉气氛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哪怪 蓝湛 好不好 那家学校我还特地上网看过了 风景很好 你一定会喜欢的 卫英看蓝湛没吭声 心里急了 连说话的语气都带着几分讨好和卑微 这样的语调 蓝湛根本就不舍得服了他的意 回头我看看 还早着呢 不急 蓝湛尽量控制自己的语气 让人听起来不至于太过于冷漠 好 卫英笑了 是呀 他总是这么容易满足 蓝湛望着这笑脸 心中一疼 那以后阿信成了大设计师 愿不愿意为蓝湛效劳呢 叔父打句道 才不要 我要自己开工作室 自己当老板 叔父 您可要认真工作了 否则小心生意都给我抢了 卫英傲娇道 哦 哈哈 你这小子 行呀 都要抢叔父生意了 你呀 要是有这个能力 不用你抢 叔父主动送给你 哈哈 蓝湛尽人满眼宠爱地望着他 那叔父 是不是我要什么 您都愿意给我 卫英追问 那现现还想要什么呢 只要叔父有的 叔父什么时候不舍得给你了 如果 我想要的是一个人呢 您可还愿意给 卫英突然地欲言又止 以及妄想蓝忘记的那一言 像是有千言万语 欲说还休 让坐在他们前面的蓝大哥心惊 莫非 阿现他也 只是快速忘了一眼 卫英很快就转过了头 叔父 我是开玩笑的 叔父对现现恩仲如山 给了现现一个家 我还怎敢奢望别的 更何况是您最疼爱的侄子 傻小子 蓝家就是阿现的家 以后可不许说这种话 更何况 这些年蓝家因为有了你 才有了这么多欢声笑语 要指望他俩兄弟 叔父可就要闷疯了 以后呀 叔父想抱孙子估计还得靠阿现呢 忘记是个闷葫芦 哪家女孩看得上哦 吸尘这节奏 什么时候跟阿里拉上手再说吧 此话一出 在场三个人脸色都僵住了 唱外话 明明是四个人的戏份 为何叔父总是在戏外徘徊 心疼叔父 哎哟 叔父 你又取笑现现 现现都说了不结婚 我就陪着叔父 大哥 还有 蓝湛 别人谁都不要 哪我都不去 卫英撒着娇 用着轻松的语气 说着最深的期盼 好了 好了 不跟你争这个 反正你这性格 你不追女孩子 女孩子也会反过来追你 叔父可是一点都不担心 蓝叔叔呵呵笑着 只是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 蓝湛和魏英都不由自主地想起 下午在学校洗手间的那一幕 魏英此刻真恨不得把自己的手剁了 不过转念一想 算了 人家根本就不在意 你自己一个人在傻后悔什么劲 魏英自嘲 这顿饭 吃得可是一点都不轻松 不 叔父倒是挺轻松的 怎么样 卫修 我教你的方法可有效 有没有试探出来了 念怀桑一到教室 书包都还没来得及放下来 就急匆匆的问起他最关心的事 魏英白了他一眼 忍不住想踹人一脚 你倒是还敢问 出的都是什么馊主意 魏英甚是想念以前啥都不知道 浑浑顿顿的日子 现在不仅知道了自己喜欢蓝湛 更知道了蓝湛不喜欢自己 这样的结果 自己还要向他念公子磕头道谢不成 当然 魏英也不是无理取闹之人 什么样的结果 也不是他念怀桑所能决定的 结果怎么样 你心里没点数吗 那个 魏修 你也知道 我数学一向不好 念怀桑挠了挠头 回答了一本正经 然后 魏英就真的一脚踹了过去 幸亏某人数学不好 但手脚还是挺灵活的躲了过去 看你这表情 结果是让你失望了 念怀桑呀 念怀桑 你岂止是数学不好 我看你语文也烂得一塌糊涂 这表情你管他叫失望 那叫绝望吧 好吗 呀 魏修就这么喜欢呢 谁这么大的脸面 居然能让魏修这么玉树林峰的大帅哥 拜倒在石流群下 还无动于衷 念怀桑是真心惊讶的 因为在他的眼里 魏英应该是在感情上 所向披靡的那类型人 要外貌有外貌 要身材有身材 性格好 学习棒 这天底下居然还有能抗弃他魅力的人 现在他倒对那个人好奇心更甚了 再好有啥用 从爸妈的金子与卵子结合那一刻起 自己就输了 爱 魏英为你不振的趴回桌子 懒得搭理他 魏修 魏修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独猎一枝花 问题是我看上的就是那只草鸭 魏英欲哭无泪 这样 魏修 今天可是你念凶我的生日 我打算放学之后 请同学们去某某酒店 吃个饭庆祝一下 我跟你说 还有隔壁班很多漂亮的小妹妹 都说疗愈情商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始新的恋情 这么多美女 你总不会一个都看不上吧 念怀桑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肩膀 不去 魏英斩钉截铁 魏修 这你就太不给面子了吧 再怎么说咱们也同桌快一个学期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出去多走走 我以前就有个朋友 他一直以为他喜欢的是个男的 后来就参加了我组织的一次活动 第二天就牵上了一个女生的手 嘖嘖 这速度 这个故事一下子就出动了魏英 那他到底喜不喜欢那个男的 谁知道呢 也许是误以为自己喜欢了吧 就像宇文克里那个预言故事叫什么 你以为看到的世界是这么大的 实际上这世界是这么大的 念怀桑伸出两个手掌 在魏英面前比划着 那叫井笛之蛙 哦 对 就是他 魏英心想 难道自己真的就是那只蛙 不过去玩一下又何妨 正好姐姐们 这么一想 魏英便痛快地答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